我們繼續開會 繼續江啟臣委員 首先請主席邀請部長 請部長 江委員好 我想今天這個內政委員會很熱鬧 所以相對我們分散了在外交委員會的這個注意力跟火力 因為內政委員會在審這個福茂 兩岸福茂的這個事情 那雖然是這樣 不過我們學外交大家都知道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所以內政是什麼樣子的 就會影響到我們外交 所以今天的這個 內政委員會 在審兩岸的福茂協議 實際上是我們八個委員會聯席 是八個委員會都參與這個福茂協議的審查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就是說 以目前國內對於這個福茂協議 目前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不曉得就外交的層面 或者我們外交部是不是有掌握 美國對於兩岸福茂協議的一個看法 那甚至是更直接一點是 美國商會對這一部分的看法 或想法或者態度是什麼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我跟委員報告 根據我們的了解 我想對於美國來講 對日本來講 對於福茂本身 其實他們並沒有表示明確的意見 我想當然他們也是在觀察 官方你講的是官方 對 我想可是他們也是在觀察後續的發展 因為畢竟這也是我們台灣過去這幾年來 推動這個經貿合作協議的一些相關的部分 我想尤其對東南亞的國家 他們也在注意會相關的發展 所以他們停留在注意跟觀察 不主動表達他們的態度跟看法 那美國商會的部分呢 美國商會的部分 至少我個人沒有跟他們談過這部分的事情 因為我們跟美國商會其實過去這段時間有蠻多互動 那最主要的就是針對這個TIFA的部分 BIA的部分 針對TPP的部分 那因為他們每年都有白皮書 每年都有這個Door Knock到美國去 那最近呢 我們也非常感謝美國商會對我們的支持 他們跟這個台美的這個經濟協會 這個Paul Wolfowitz那邊 他們有一個聯名的函 給他們USTR 也給這個美國的國務院表達支持 我們參與TPP跟BIA 所以我們 可是並沒有跟他們一起來談這個福茂的事情 我不曉得北美市這邊有沒有進一步的意見 有沒有掌握 有沒有聽到任何的 沒有 沒有談過 沒有 因為就有了解 我想每一年 這個美國商會 他們都對台灣的 國內的經濟環境 或對外的這個貿易開放程度 都多所批評 你如果看那個報告 他的白皮書裡面 他每年都有一些系列的建議 都是批評跟比較多 當然也有建議 那所以呢 顏慎你剛剛所講的 他支持台灣參與TPP這個事情 那對於支持台灣加入TPP 美國商會或者美國政府 他衡量的標準在哪裡 因為講支持很簡單 但實際要讓台灣可以參與跟加入 我覺得那個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尤其現在總統也宣示了 政府也大力想說 看能不能今年有機會 就加入這個談判 可是我想請教部長 是說 那以美國主導來講 當然還有其他國家 可是美國畢竟是最重要的主導角色 他的衡量標準是什麼 我當然不要問你經濟的 經濟當然我可能要請教經濟部 但我問部長 他們衡量標準裡面 政治的意願 還有政治的能力 他們怎麼樣來看 就 political will 跟 political capability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跟美方 其實針對相關的議題 其實持續的有在交換意見 我想不管是美國商會的白皮書也好 或者USDR也好 我想是TIFA也好 我想很快我們會舉行下一個回合的TIFA 台美之間一些相關的這個經濟的議題 所以包括TPP 會包括我們會希望能夠把TPP也列在裡面 那根據我的了解 其實我們跟美國方面過去這幾年來 就是針對我們這個市場開放的議題 包括這個肉品的議題 包括農藥殘留的議題 因為這些議題還是持續 就台美雙方共同關切的議題 另外藥品的議題 這些議題還是要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也就對國內來講的話 昨天晚上馬總統去參加這個 台美美國商會的這個謝年犯 那事實上也提到一些 就是我們要有一些個別的做法 就針對市場開放 法規鬆綁整個經貿自由化 這些做法其實還是 美方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也就是說political will 當然是一部分 我覺得真正重要的 還是在經貿的部分 沒有錯了 台灣是不是能夠達到那個目標 我們現在其實就整個行政團隊 或者政府來講 政治意願是絕對有 而且還很高 可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那美國如果衡量我們的政治能力 所謂政治能力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政策要這樣 打算已經這樣要走了 可是能不能執行 能不能落實 那個就涉及到說 我們要走一個開放的路線 或者我要加入PPPP 這個政治意願很高 可是我能不能去克服 在這個政策執行上的壓力 比如說像你愛福茂現在的情況一樣 美方會不會看到這種情況之後 他覺得說 這個你還要擔很久了 我光看你這就搞不定了 你的政治能力 你沒有辦法去carry on 你整個policy 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有些事情要克服 只是變成口頭上敷衍台灣說 有啊我們支持你們加入 我們也希望你們加入 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覺得經貿的議題應該是這樣子 不會 因為要一點一點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來處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二月份的這個TPP的部長會議裡面 美國跟日本之間其實針對一些農業相關的議題 也沒有達成協議 沒錯 我覺得我們跟美國之間 哪些是可以解決的 哪些是可以處理的 哪些可能需要延後 我覺得這個要做一個通盤的規劃 那部長你覺得或者你有沒有信心說 今年實際上不管是在TIFA的平台 或者是其他雙邊的台美之間的這個會議上面 能夠就台灣加入TPP這件事情上有所定案 或者有所定奪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今年就決定讓台灣可以先得到加入的門票 後面再來進行談判 我覺得這個比較難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比較難 不過我能夠講的就是因為TIFA TIFA還沒有正式開始談 就是第二回合 我覺得要看TIFA會談之後的這個進展而定 那你說今年門票來講 我覺得還是言之過早 如果我們有一些比較實質的進展 那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容易 所以TIFA上面的 部長你意思說 TIFA這個平台 今年你說要召開第二次 這個平台裡面所談出來的一些結果 可能是某些開放項目 或者是說對台灣市場開放的一些相關議題的雙邊的協商 會影響到台灣能不能加入TPP 對 因為美方也給我們非常明確的訊息 就希望把TIFA的會談也作為是一個平台 我們TIFA大概幾月 就是今年的部分大概幾月要開 會今年上半年在華府 上半年在華府 那主要在裡面要談的議題是什麼 這個就是雙方面所關切的經貿的議題都會在裡面 因為現在TIFA架構之下有兩個工作小組 這個是經濟部在主打 對 是經濟部那邊在主打 它兩個工作小組 一個是針對BIA的部分 一個就是針對技術性的貿易障礙 我想這兩個部分其實都是大家關切的議題 所以這兩個部分處理的如果有進展的話 對於我們參與TPP 會有幫助 就能夠再往前邁步 對 就是看這兩個大的議題下面有沒有一些個別的議題 能不能夠去達成學議 我覺得這個是美方的關切也是我們的關切 我想部長本席就是期待說 我們不能只是讓人家看到我們的政治意願而已 我們也要有政治能力讓人家看 否則的話 早晚美方就會覺得說 那你可能還在旁邊等吧 這個完全同意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今年能不能在台美雙方的經貿議題有所進展 就變成是很關鍵的 我們當然很期待 那另外一個議題我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說當然現在關於這個救援馬行的事情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派軍艦 也派巡署 也派西澳三洞 那這個到底是實質意義還是象徵意義比較大 我覺得兩方面都有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進行這樣的一個國際救援行動 就是我們並沒有缺席 而且我們跟馬來西亞方面已經達成若干的協議 也就是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破港來整補 而且在整個國際救援行動裡面 那事實上我們也有分配到一個適度的一個海域 來做為我們搜救的一個範圍 也表示說這是我們國際救援行動的一部分 我們跟其他的國家之間也有一些必要的協調 那現在這個事情到底有沒有排除恐怖攻擊的因素 因為今天的報紙是說 好像是美國還是那些國家說初步排除 但是CIA又講說還沒 可是因為這個部分坦白說 因為我們並沒有這部分的訊息 馬韓方面一直強調是missing 就是失聯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說有具體的一個 我想這個事實上還有一些謎團 需要大家一起來克服解決 所以應該是還沒有完全百分之百排除這個因素吧 沒有百分之百 沒有百分之百證據說這個事情跟恐怖攻擊完全無關 還沒有一個定案 我的了解是沒有定案 那請教一下部長 像這一種的當然就涉及到說 現在很多飛航安全資訊的交換 那之前也傳出說我們華航是有接到類似的恐嚇 然後北京那邊也知道 所以這國際間飛航資訊的交換 這跟我們要爭取加入ICAO 是不是都有關係 我覺得是有關聯 本來我們希望能夠參加ICAO 就是希望能夠跟各國之間的民航 像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不是更有助於 也有利於我們在爭取ICAO 我覺得這是一個說法 但我們希望把它導引到對我們有利的一個做法 因為如果說 當然我們現在不敢確定 假設這個事情是跟恐怖攻擊有關的 那就更加確認台灣在這方面 應該被include的一個重要性 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因素 過去我們也是多次的強調 台灣在國際民航裡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希望跟所有的國家 這部分我們希望外交部跟民航局 是不是能夠再進一步去強化我們的論述 可以 因為這是實際發生的 而且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今天早上也才坐飛機回國 老實講這一天坐飛機都毛毛的 就是這種事情發生 一定都有這種感覺 我們當然希望說 透過國際的合作 能夠讓這個international travel 可以更加secure 是 完全同意 這個我們會請國主司 來跟民航局來做一個行政 我們希望能夠早一點 讓我們有機會參與 加入這個ICAO 是的 謝謝